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2月14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中国网球名将彭帅爆炸性的微博长文 揭露张高丽性丑闻之后 新浪微博今天受到了政府约谈 并且领了一张罚单 中国国家网信办要求 健全对信息发布的审核 巡查和应急处置 中国国家网信办今天宣布 针对近期新浪微博及其账号 屡次出现法律法规禁止发布 或者传输的信息 情节严重 则令其立即整改 严处责任人 同时网信办对新浪微博处以罚款 共计300万元人民币 这一处罚导致微博今天 股价大跌9.6% 而在香港刚刚上市一周的微博 已经累计跌去了20% 网信办在通报中并没有说明 所谓的法律法规禁止发布或传输的信息 具体内容是什么 而微博最近惹的最大的麻烦 就是彭帅在新浪微博 发布指控前副总理张高丽性侵的信息 该帖子在微博出现 长达20分钟之后才被删除 最终酿成了全球关注的事件 而随后北京邀请国交委会主席巴赫 作为国际人士代表与彭帅进行了视频通话 但是在国际上的反应反而是越模越黑 今天纽约时报发布了长篇报道 揭露了国际奥委会长期来帮忙中国 以此换取大量观众和资金的内幕 报道称 虽然巴赫说奥委会是中立的 但是世界上没有哪个国际组织 与北京的关系更为共生 北京将中国在体育领域的成功 视为中国崛起的象征 2008年北京奥运会更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北京希望明年的冬奥会能够有同样的功效 作为回报 北京为国际奥委会提供了14亿潜在的体育观众 和大量资金的机会 2014年中央电视台与国际奥委会 签署了一项转播协议 估值约为5.5亿美元 中国还为奥委会带来了企业赞助 例如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的官方奥运赞助协议 价值8亿美元 西班牙人萨玛兰奇领导了国际奥委会20年 以他名字命名的中国基金会 最能说明中国与奥运会的关系 萨玛兰奇基金会是由他的儿子小萨玛兰奇创立的 而小萨玛兰奇同时也是国际奥委会 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的主席 所有的三位中国国际奥委会的成员 都在萨玛兰奇基金会的董事会中占有席位 致力于继承老萨玛兰奇展示中国美好形象的传统 2018年9月 当传出大量穆斯林少数民族在新疆被拘留时 萨玛兰奇基金会在那里组织了一场慈善足球活动 以提高当地的形象 纽约人权观察高级研究员王亚秋评论 国际奥委会一直说它是一个政治中立的组织 希望远离政治 但是他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 那就是他一直被中国政府利用为政策合法化的政治工具 与彭帅通话后不久 现任的奥委会主席巴赫曾经谈到政治中立对奥委会的重要性 他说只有奥运会超越所有的政治分歧 我们才能完成我们团结世界的使命 而奥运会的政治史义书的作者 政治学教授伯伊科夫则表示 国际奥委会常常隐藏在政治中立的免杀背后 在彭帅的案例中巴赫积极为中国当局进行粉饰 他在这一事件中的故意亲信是一个重要的证据 网友称巴赫让他们想起了老萨玛兰奇 也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老萨玛兰奇于1980年至2001年担任主席以来 他的形象和声音在中国电视上无处不在 以至于在中国他被孩子们亲切的称为 萨玛兰奇爷爷 老萨玛兰奇在2010年去世后 中国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 亲自向国家委会以及其家人表达深切的哀悼 这种姿态通常只会对于其他国家的元首 胡锦涛称萨玛兰奇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好朋友中方不会忘记他 中国官方媒体也刊登了许多 关于他与中国友谊的报道 随后中国还在港口城市天津 建造了一座萨玛兰奇纪念馆 其中包括一个公园 相当于32个橄榄球场的大小 萨玛兰奇的儿子小萨玛兰奇 于2012年创立了萨玛兰奇基金会 他收到了国家委会 中国委会 中国和西班牙政府 以及十多家中国公司的捐赠 其中较大的捐助者之一 是中国知名的运动服装制造商安踏 安踏的首席执行官 也是萨玛兰奇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 萨玛兰奇基金会不断向中国表达他的忠诚 在2019年 他在官网上发帖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并且称其为献给中国的情书 而在今年早些时候 萨玛兰奇基金会还组织了一场 全国中学生红色主题跑步比赛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小萨玛兰奇毫不掩饰他对中国的热爱 现在他被认为是巴赫很有可能的继任者 对于巴赫与彭帅的通话事件 小萨玛兰奇说 奥委会就是奥委会 我们只做我们能做的事 本周他还对媒体说 我们应该关注在彭帅本身 而不要利用这件事为其他的目的 这一说法与中国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表态如出一辙 巴赫作为奥委会的主席的任期到2025年到期 如果届时小萨玛兰奇成功继位 那么中国就可以放心 国际奥委会将会继续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而对于此次彭帅事件 国际对奥委会的指责 国际奥委会高级委员庞德今天表示 把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交给中国 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他是在那个情况下做出的最佳选择 他说授权主办奥运会的标准是 该国作为体育国家的重要程度 以及该国是否具备举办奥运的能力 而且这就是民主要付出的代价 人们当时出于各种原因 把票投给了北京 因此中国主办这一届冬奥会无可指债 再来关心中国疫情的最新动态 今天广州出现了中国第二例 奥米克戎变体病毒 而第一例是昨天出现于天津 这两例都是输入性病例 广州当局表示 一名67岁的男子 于11月27号从上海入境进入中国 并且在上海隔离的14天内 多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他于12月11号乘坐国航 CA1837航班从上海飞往广州 开始进行居家隔离 但是在12月13号的居家隔离检测中 被测出了阳性 而且为奥米克戎变体病毒 目前他正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接受治疗 情况稳定 广州随后封锁了该男子居住的 越秀区的一栋住宅楼 该大楼的所有居民都已经被送往 隔离场所进行观察 同一小区附近的三栋住宅楼的居民 都被禁止离开该小区 小区中13739人都接受了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广州政府严阵以待 甚至将附近的地铁站也关闭 交通工具也禁止进入该区域 并且要求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的旅客 必须出示过去14天内去过的地方 广东省正在协调与香港的免隔离边境开放 原计划于本月开始实施 据一位香港官员称 该计划目前不会受到影响 而远程医疗原本是新冠疫情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因为疫情令在线看病和在线开药的需求激增 然而随着中国监管部门的审查力度加大 规则即将发生变化 这让原本高歌猛进的互联网医疗行业股 突然失去了动力 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健康 京东旗下的京东健康 和平安保险旗下的平安好医生 均大幅度下跌 今年迄今为止已经暴跌了50%到70% 中国当局早些时候曾经鼓励远程医疗行业的发展 这增加了人们看病的机会 缓解了本地医院的压力 并且降低了看诊和开处方药的成本 尤其是对有慢性病的人来说 汇丰银行在3月份曾经预测 到2030年中国的在线医药市场将增长近10倍 达到1万亿元 这导致这三家在线医疗公司 去年和2021年的年初股价大涨 但是随后随着今年对科技的打压 风向开始改变 10月下旬国家卫生委发布了远程医疗行业的新规则草案 为在线看病的医生制定了最低专业资格 并且表示人工智能技术不得被用来代替真正的医生来诊断病情 这一消息引发了平安好医生的股价暴跌 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 平安好医生下跌了三分之一以上 因为平安好医生曾经一度宣称 他使用人工智能将病人与医生匹配 并且帮助医生进行诊断 新规定称 互联网医疗平台不得为常见病或慢性病以外的疾病提供初步诊断 而且在网上开药之前 他们需要从实体医院检查患者的药物处方记录 对远程医疗平台的更严格规定 减缓了该行业的扩张 几位券商分析师 最近都削减了在线医疗上市公司的目标价 平安好医生虽然收入一直在增长 但是该公司还是没有实现盈利 但是仍然有部分分析师看好该行业 汇丰银行分析师表示 最近几个月 中国当局强调了远程医疗在照顾老年人 和提高医疗系统效率方面可以发挥的重要作用 他认为这表明 政府还是支持该行业的长期发展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